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带来一个跟新能源车有关的 这是属于环保新能源车 就在最近,美国方面一个州政府出了一条新的法定规则 这条规则出来以后呢,让日韩等车厂企业非常的紧张 听听这位来自于欧洲的产业NGO的国客吧 他说呢,标题,美国加州推出最新的环保汽车应用截止事件 进入事件,将在2035年全面取缔所有的汽油车及其HV 这条规则立刻触动了日韩等车厂的神经 不过中国方面对此的条件比较宽松 最近美国加州联邦,美国加州联邦机构已经对外正式公布 本周将会在2035年执行最新的环保法令 将去除所有的汽油车,包括HV,扩湖HV计为混合动力车 那这样一来,对于像德国,日本,韩国这样的汽车大国 就会出现非常紧张的问题 德国方面涉及到宝马、爱三、爱八等系列混合动力V型石油动力车 而日本方面则涉及到大量的销往美国的日本汽油自动车 这些车都在被消除的范围 美国的州联邦法律是一种连锁变化性的法律 一个州出现这样的条款 过一阵子以后就会有更多的美国的州政府出现这样的条款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美国的各州执行的紧缩性环保指令将会大大提前于美国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跟中国大致相同 约为2040年将会取消汽油车 但是双方都没有对HV,也就是混合动力车强加要求 中国方面也没有对混合动力车进行强加性要求 现在宝马的i3、i8正在中国批量销售 而且中国方面也可以把宝马的i3、i8定为绿排车 扩护中国方面的新能源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制定体系要比美国宽松一些 而美国方面要求的就是要纯电动车 那么特查拉将是美国最大的赢家 而福特公司也在中国的协助之下 在中国的车厂开始制作EV小型车 正在印度方面组装销售 所以从这点看出来 美国人已经早先做了准备 至于中国就毋庸置疑了 它是新能源车的大户 也是锂电车的世界的首握国家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这条消息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而对于日本的车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日本方面 欧洲、美国、中国是日本三大必不可少的世界车厂的市场 日本在中国有大量的合资机构的车厂 有中国不少的官方车厂都跟日本进行合资 包括丰田、本田、尼桑日产这样的公司都有大量的合作 而美国方面 日本是直接向美国方面分厂进行组装销售 这样就会影响到整体的销售 特别是在美国重要的家中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美方的坚决性是非常坚决的 而中国方面却对汽油车停止销售的时间 显得有些模棱两可 毕竟中国人口众多 汽油车储量世界第一 因此它不能够太过于违背现实的自己的情况 所以这样看起来 日本后面还能依靠中国市场抵抗一阵子销售规模 花条红线吧 然后咱们听听听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好吧 上个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州政府 州政府是这样 州政府跟联邦政府 是只有平等关系 而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关系 联邦政府不能干涉州政府的关系 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州有不同的法律 有不同的规格 就像你可以拿枪 在有的美国州你是合法的 但是在有的美国州你是不允许的 又一个美国 我觉得小本子的朋友应该理解 美国州联邦法 州联邦法和美国联邦法不冲突 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 美国州联邦是有权利制定自己的州内的法律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小本子也不要太激动 美国毕竟有50个州 就算蔓延开来 也未必全都实行取消HV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 让我们感觉到尴尬了 我们是一个汽车制造和输出大国 在发动机时代 我们在化油器时代和电喷时代 都掌握着汽油机主要的领先地位 包括中国美国以及欧洲 都有我们大量的产品和专利权的销售 但是现在进入了环保时代 我们却消失了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环保时代 我觉得倒是对中国有着巨大的优势 中国反而从一个汽车弱势国 变成了汽车强国 因为他掌握着锂电池的技术 又掌握着氢能源的技术 还掌握着锂电池及氢能源封装技术 这些技术全都被中国掌握着 而且电动车的发动机 再也没有那么复杂了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们以前深练的那些 所谓汽油机的节油功能 环保功能 一切都是报废了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为什么美国盟友会 首先出来这个决议 而中国人都没有这么说 有一个谈子的网友 嘿嘿 世界在变 环境在变 你们应该也跟着变 如果不变 就只能面亡 又一个 谈自己的网友 咱们也别高兴的太早 我们也是个汽车产品输出国 而且美国是我们重要的市场 欧洲也是 现在如果美国的各个州 也学着加州出台这样的政策 提早五年实现 全面拒绝汽油车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能依靠中国和欧洲市场了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不不不 你们两个国家还可以依靠东南亚和西南亚这部分市场 又一个谈子的网友 算了吧 你们两块市场加一块还赶不上半个中国市场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看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决定 又一个谈子的网友 咱们又提到了中国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特别讨厌中国吗 不过我们的车要是能卖掉中国这是好事情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们就只能加大跟中国合资的力度 把我们的车进一步的跟中国捆在一起 因为他目前不会反对HV车 因为宝马3和宝马爱3和宝马爱8都在中国销售 而且能挂绿牌子 你知道那就相当于中国的新能源车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管中国怎么定义 美国是定义 HV将会在各个州被取消 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一个德国网友 美国根本不顾及盟友的感受 盟友需要的是我们能造HV 就已经符合德国的法律 又符合环保的体系 为什么你们要取消HV 难道你们就非要这么做吗 又一个德国网友 美国就是这样 他想甩谁就甩谁 一个英国网友 还是自己坚强吧 就像中国人说的 打铁还需自身影 你们德国好在有中国帮忙 我觉得你们还不至于真的没落起来 又一个法国网友 这真的是对整个汽油车产业的一个重磅轰击 美国人怎么想出来这样的决策 又一个美国网友 那也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在碳交易排放上 美国将会远远的落后于中国 你知道他是非常强悍的碳 降低排放的手段 又一个法国网友 这样的事情真的让人难以理解 一个印度网友 是的 福特在我们这里正在投产这种EV小车 而且他们在中国也有投产 我觉得福特公司 这些美国公司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别的公司 最后被他们彻底的吞没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看来美国跟中国倒是还真能有一个想得到的地方 就是在EU电动车这个方面 好啊 就说到这吧 哎呀 这个我得送到一家时间 我看了一下平均的播放时间 确实是这个太长了 这个很多朋友根本就看不了那么多 所以尽可能的尽可能的给大家腾出时间 好吧 就说到这 你对这有什么想法 你就写在下面 知识好王长点赞网上推荐 叫我们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